赵薇和陈坤的花木兰在河北一线拍摄正撼 身着厚重的铠甲在敌军中正立厮杀 陈坤饰演的拖拔红将军造型终于揭晓 对于这个气度非凡的大将军 陈坤坦言自己最希望的就是强化打戏舞出力量 我就很希望在这里面演这个角色 我希望能够强化他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就是拍武戏的时候 我倒是自己非常认真 每天都在看在感受 希望能够打得稍微不要那么肉 就是表现出就是打的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我需要爆发力 就是我比如我打到你身上那一瞬间 我是真使劲 所以武行比较吃亏 我打的时候 我尽量在保护他们的同时 我尽量是拍上去的 当然拍上去 但是我不会太 不会太像以前这么柔软无力 我就会稍微更使多点劲 包括相信大家刚刚也看了我那一条了 我是比较 比较什么呢 就比较使出力气的 再加上可能这样的时间 我就多吃一些米饭 多预计一些能量 再加上我觉得还有就是跑步 对 拍摄之余增加饭量和运动量 文武双全的陈坤 这一次对武戏格外重视 相比之下 老同学赵薇倒是更在意内心的力量 我觉得我更看重他的气度吧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能够做成一个将军 他应该是 就是内心当中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气魄的一个人 所以一个女性来演的话 其实比一个男性来演可能难度要更大一些 我希望他能有女性的情怀 但是也有男人的气魄 为了配合花将军的男子气概 赵薇的前期工作可是做了不少 风水热晒 染黄头发 这些都不在话下 剧主还特别为他配备了神秘道具 而身为骁勇善战的女将军 单枪披码字也成为了赵薇必须要掌握的生存本领 骑马真的很可怕 然后我们的武士指导说 那个作为花将军肯定是经常在马上作战 我以前拍戏我都不敢 就是说是一手拿着刀 一手拿着将将奔的 但昨天我终于实现零的突破 我可以一个手骑马了这样的 然后一开机的时候 好像对于危险就稍微忘记一点 一关机就胆小如鼠 拍摄现场 赵薇和陈坤也透露了目前五天刚刚拍摄了大约五分之一 虽然还没有和对方有过多的对手戏 但是两位老搭档已经在暗中较劲了 他这次设定的这个人物 是比较独皮蹊径的 他设定的这个花木兰的设定 他人物的设定 我觉得非常的棒 所以在拍摄的过程里面 其实看到他有这么好的一个基调来创作 我自己也是非常的较劲 我不希望能够 我不希望我自己太差 所以这次我反正很高兴 就两个好朋友在一起拍的时候 过程里面有一点点 依然是那种演员之间互相很正常的较劲 我也很高兴 会对互相都有很好的 一个什么善意的 善意的良性的竞争 谢谢大家